觀眾朋友 今天又來講這個能源的問題 今天有兩個很重要能源的大事情 一個是在基隆的協和電廠 今天再度進行環境評估審查 可是結果是說要進入二階段的環評 這是一個 第二個呢 可能讓大家更膽戰心驚的 經過兩年之後 原能會重新核准了 讓核二廠的二號機組 重新並聯發電 哇 一並聯發電又再度跳機 這兩個事情 在我們來思考一下 當二零二五臺灣要全面停止核能發電 是否真的能夠順利的接上來 不管是綠能或者是燃氣發電 而其中最最最關鍵的是 在上上上禮拜之前呢 環保署詹順貴副署長呢 用關鍵的一票 贊成了在基隆的深澳電廠呢 可以去興建之後 有很多很多的這些批評 包括說接下來深澳很可能 將會成為北臺灣的空氣品質的殺手 其實今天看一下 臺北北部地區的空氣品質 還勉強好一點 可是你到中南部 只有走路 空氣品質又是差到不像話 臺北呢 這長期以來是說還可以 可是呢 會不會在二零二五年 深澳營運之後呢 整個北臺灣 其實不只是臺北 包括宜蘭 包括新北市 包括臺北市 甚至包括桃園新竹 會不會都會因為深澳電廠的興建營運呢 導致北部民眾呢 也必須要忍受中南部那麼差的空氣品質 我們先來看看 綠色和平組織呢 最近做了一個民意調查 這個調查讓大家覺得很訝異 包括說這個調查是在三月十二號到十五號 也就是兩個禮拜前所做的一個民調 說你知道在今天之前 你知道政府要來蓋這個深澳燃煤電廠嗎 兩個禮拜前針對北北基二十到六十五歲的民眾 做出了一千零七十九份的有效樣本 其中高達八成五八十四點二的北北基民眾說 我不知道政府要蓋這個深澳電廠 民眾不知道 八成五的北北基民眾根本不知道 政府要興建深澳新的燃煤電廠 這是一個知道之後怎麼辦呢 我們再來看看百分之七十五點一的受訪民眾說 他反對政府興建深澳電廠 好這個數字 北北基 如果你這樣比較簡約的去解讀他 就是百分之七十五的北北基民眾反對深澳電廠 這是一個很大很大的警訊喔 政府怎麼辦呢 不過行政院長賴清德先生在昨天立法院接受備詢的時候呢 他說非蓋不可 因為牽涉到全臺灣的電力供應的這些問題 可是我們再來看看 接下來怎麼辦 一樣是綠色和平呢 他在網路上發起了連署 希望可以緊急召集十萬個人來連署 連署什麼呢 那要求經濟部立即撤回深澳電廠的更新擴建計畫 目前已經有五萬五千一百個人去連署 希望達成十萬個啦 但政府說非蓋不可 深澳電廠是不是真的非蓋不可 蓋了之後 對全臺灣甚至是北臺灣的空氣品質有什麼影響 那又為什麼非蓋不可呢 今天好好來談這個題目 來介紹今天五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新北市環保局的局長 劉荷蘭 劉局長 主持人好 還有所有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對能源政策非常熟悉的中央大學管理講座教授 梁啟源梁老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晚安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的研究員吳晨晨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晚安 感謝臺灣健康空氣行動聯盟的理事長 葉光鵬 葉醫師 剛剛我們談到這個民調的主要的負責任 綠色和平專案主任蔡佩芸 主持人好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先來看看深澳電廠 是不是真的應該要撤回 深澳附近居民與環團高舉 巨當清淨機等標語 在行政院門口要求立刻撤回深澳電廠 環團依據行政院二零一七年所做的 五缺盤點及備用容量率等數據 質疑深澳電廠的必要性 呼籲政府不要用高污染的電廠 來欺騙人民 難道就只有投資一個一千億的 高污染的燃煤電廠才可以解決 這個備用容量率的缺口嗎 就環評程序部分 我們也認為有非常多的瑕疵 目前要求撤回深澳電廠的連數人數 已達五萬四千多人 環團遞交陳情書表達訴求 環保署長李應援回應 北部用電若受影響 會撼動全世界經濟發展 也表示深澳電廠設備 適合世界最好的機組做比較 開發單位應該努力對外說明 在北部政經設施這麼重要的地方 從我們臺北到新竹 這樣的一個科技狼帶是撼動全世界經濟發展 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這一些地方有個生產線有問題 全世界很多的其他的生產線都會受到影響 立法院未還委員會二十八號繼續審議空氣污染防治法 修正草案對於國民黨團提出十一條臨時提案 要求以表決處理 主席邱泰源疑似 因民進黨團人數不足 在宣布休息後 突然神隱 引發國民黨立委不滿 會議在下午重啟 經協商通過的臨時提案 包含要求環保署針對環境影響評估法修法 於半年內提草案送交立法院 經濟部與臺電於一個月內 與新北市政府充分溝通 並向國人說明 記者綜合報導 博佩雲現在談談綠色和平做了這個民調 我們來看看 八成五的北北基民眾 不知道要蓋生澳電廠 那知道之後我們再看看下一張 七成五的民眾是反對 這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其實我們可以從這個民調裡面 很明顯的看到 大家對於生澳燃煤電廠 其實充滿疑慮的 因為其實現在在臺灣 其實一般人對於空氣品質的污染 其實越來越在意 大家都知道說 我們目前有許多的空氣污染物 都不在不斷在危害我們的健康 所以其實在這份民調裡面 我們也有進一步去問 為什麼大家會反對這座生澳燃煤電廠 我們看到的是 其實大家最關心的 就是對於健康的衝擊 再來則是碳排的部分 接著就是對於生態的衝擊 所以這是為什麼有這麼多的民眾 要反對這座生澳的燃煤電廠 而且依照臺灣現在的發電佔比去看的話 現在燃煤發電仍然是我們最大的發電來源 這也是為什麼有許多的民眾對於臺灣這邊如何在燃煤發電和空污之間去做一個取捨 我們如果真的要去減少空氣污染物的排放的話 燃煤發電如何去下降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是不過我們來看看第三章 所謂的為什麼民眾高達七成五 是反對生澳電廠 其中75%的是認為說 因為這個生澳燃煤電廠 會對民眾的健康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 再來會導致碳排放量更加嚴峻化 再來會對景觀生態衝擊 那三 只有三成 三點一%的人會說沒什麼影響 但是我請教一下佩雲 有一個邏輯上的一個我的疑問或者是矛盾 如果是七成五的北北基民眾 根本不知道有興建深澳燃煤電廠的這個計畫 而他一聽到說要興建深澳燃煤電廠 就有高達七成五的人 八成五說不知道 七成五就反對 所以你根本都不知道深澳燃煤電廠 是舊的燃煤還是新的燃煤 是污染很嚴重的燃煤還是乾淨的煤 是所謂的超靈界還是超超靈界 所以這個七成五反對 反對的有道理嗎 第二個 那如果說中央政府或者是新北市政府 或者是能源局好好跟北北基的民眾說服溝通 我們這是乾淨的煤 我們這有超超靈界 我們這其實跟燃氣差不多多少 還會有七成五反對嗎 在這邊的話我們要進一步再說明 就是其實在這裡面的時候 當我們一開始先問他們知不知道 有深澳燃煤電廠 其中有八成的民眾是表示不知道的 所以當我們進一步跟他講說 政府正在規劃興建這座深澳燃煤電廠的時候 他們來表示反對 因為我們都知道 其實燃煤發電 他從來就不是乾淨的發電來源 無論是就他對於健康的衝擊 或就碳排來講的話 其實他本身的排放量 都比其他的發電來源還要來得高 所以民眾一聽到燃煤就是反對 那如果 如果我不知道有沒有問這一題 如果深澳是用燃氣 你認為還會有七成五反對嗎 可能 我只能說我自己的推測 因為依照來去看的話 的確燃氣是比燃煤來得乾淨的 所以民眾一聽到燃煤 就覺得很感冒 局長你怎麼看這個民調 其實如果這樣來補充一下 我覺得這個是應該 臺灣民眾的一個進步 就是說第一個 不知道他有沒有興建電廠 不知道其實是民眾沒有知的權利 這一點我是覺得 我們對臺電 還有這一次的整個環評案 新北市政府最大的不滿 也就是說高達 其實前一份民調 在聯合報的一個民調 也高達八成二 也就是說這麼多民眾都還在不知情的情況下 就要讓他通過 我還是在強調 新北市不是在反對設電廠 那剛剛我為什麼要特別提這一塊 就是說 即使現在社會大眾 對於燃煤電廠 基本上都有一定的認知 我想這是臺灣的一個進步 第二個其實以新北市來講 對啊 就像剛剛主持人問的 那為什麼不讓我們問燃氣呢 也就是說我們的這一次的臺電 根本沒有給我們民眾的其他的選擇過 如果他今天把時間拉長 讓我們有多一點時間來跟我們民眾 或是跟在地民眾做溝通 其實這裡面在前一次的一個調查裡面 不在這一份 連我們當地喔 就是瑞芳地區的幾個 包括基隆鄰近的幾個里 我們這樣把他加起來來看喔 也高達五到六成左右是不知情 也就是說住在附近住在隔壁 也不知道說才要去電廠 所以其實剛剛主持人問到這個問題說 燃氣會不會支持 我們也不知道 可是你為什麼不讓我們民眾有不一樣的選擇 也就是在大家都還不知情的情況下 你就讓這個案通過了 或許經濟部或者是綠色和平 可以再做一份民調了 就是說你如果在現在 因為經過幾次討論之後 你是否贊成新建燃煤的深澳電廠 第二個問題跟著 如果深澳燃煤電廠改成深澳燃氣電廠 你是否贊成還是反對 那個數據一出來 或許有很大的意義 但我請教一下局長 新北市現在對深澳燃煤電廠 是反對的態度 對 反對的原因 不是因為他反對蓋電廠 而是反對只有單一選擇 讓我們的這個民眾來做 假設 假設 但我覺得這假設很難很難成功 假設經濟部說要把燃煤改成燃氣 新北市還反對嗎 新北市其實現在的立場是這樣 就是說針對這一個 深澳設電廠的情況 我們第一個要求是 讓我們民眾先有資的權利 那其實經過這兩個禮拜的討論 我相信對於深澳要蓋電廠 這件事情在大臺北地區 甚至全臺灣的民眾 大概已經瞭解了 我想這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 至於他是要用燃氣 還是有沒有其他乾淨能源的發電方式 當時我們在環評的現場裡面 已經說得很清楚 因為他現在的現況 我讓各位看 他現在是一個 很多人都以為 他是一個舊電廠要擴增 他現在其實是一個這樣的情況 他完全都還沒有興建 是一塊很漂亮的草皮 就是放在這邊 暫時都 舊的都已經拆掉了 也就是說 我們現在的立場 是希望臺電 在這次送的計畫裡面 我們從當天參加這個環評會議的時候 到現在從頭到尾 我們朱市長也都一再的強調 新北市政府沒有反對 臺電在設電廠 包括我們林口電廠 其實目前就是火力電廠中的燃煤電廠 也就是對於全國的能源政策也好 能源的配比也好 我想這個都有一定的遊戲規則跟章法在走 可是重點是 我們對於新北市的民眾也好 對大臺北地區的民眾 你到底能不能讓我們有不同的方案 譬如說燃氣電廠 大概會怎麼走 產生的影響是什麼 其實這是一個 這段時間裡面 我們行政院也好 很多部門都在講 我們要讓民眾有知的權利 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 大家都說 生後本來就是舊的 還褲褲褲 他只是說把舊的變成好的 新的 佔的 超超臨界的 但是你說根本不是這樣 舊的早就拆光光 那邊是一塊綠地 現在是重新蓋一個更大的一個電廠出來 沒錯 從四十萬千瓦變成一百二十萬千瓦 第二個 如果 因為您一定比一般民眾有更多更多的專業知識 跟資訊 超超臨界 在林口的情形 那如果是複製到這個深澳 就是基隆八豆子那附近 難道真的也會對新北市造成巨大的衝擊嗎 好 我就直接來談這個 其實我們一直希望這次談先以深澳為原則 那這個就是我們最近利用莊秉潔老師的資料 一直在跟環評委員 還有在環評大會一直不斷地強調 為什麼我們一直當天希望說不要貿然通過 原因就是這是臺電做的資料 對於我們雙北 基隆 北北基 這是第一列的地方 我們看到的是臺電在環餐 對啊 林心北市在一點九 一點九多 可是我們當時 我們畢竟在這個領域工作很久 我們的業務科裡面一看說 這個數字感覺上不是那麼精準 那所以我們就委託了莊秉潔老師一做 到底最大的量出來 所以莊老師一跑出來的時候 我們嚇一大跳 各位如果可以 我們的觀眾朋友可以看到 不僅是我們的北北基嚴重以外 我們發現連宜蘭 桃園 包括到新竹縣 其實他的情況都受到很大的影響 是 而且以我們新北市為例 就單單來看我們新北市 他就是我們目前看到 臺電做出來的三倍量的大 所以當天在會議中裡面 我們不斷地跟臺電說 或許你會覺得莊老師做出來的數字 跟你們數字差這麼多 還有很多討論的空間 那就讓他討論嘛 不然你臺電怎麼會 莊秉潔黑白做 你臺電要給他打臉 還是說你臺電自己承認說自己做錯了 要修正 我們當天呈現這個數字的基本目的是 要告訴說臺電 這次在做這個資料 其實是很不負責任的 等一下我們再來談談 這個是新北市委託莊秉潔 莊教授所做的這個研究 有上次莊秉潔莊老師 也來我們這個節目 等一下我們再好好談這個表 因為這個表可以具體看出來 不管是臺電的結果 或者是莊秉潔莊老師做的結果 其實不是只有臺北人要關心 臺北 新北 遠到宜蘭 南到桃園 再到新竹 都對 中華也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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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請教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也是要求撤回聲號電廠 是 沒有錯 理由是什麼 其實我們剛剛主持人有講說 我們今天是要來討論這個 深澳電廠的必要性在哪裡 所以如果要看必要性 我們就要知道說 到底二零二五年 是不是真的有不可抗力的因素 我們非得需要這個電廠 不可 不然會有二號機 跳電 很多人說 那滑的不要再給他們 所以現有的核電都不能用了 撐不到二零二五了 所以大家會擔心二零二五 這個發電量會不夠 那我拿一下我們今天早上 記者會的這個數據 給大家來看一下 就是上面這一張是我們來計算 北部從二零一八到二零二五年的 這個機組的新增跟廚藝的這個量 那我們在 我們現在已經先把核一剪掉了 現在核一是已經實際上沒有在發電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到了二零二五年 北部在沒有深澳的情況下 它的發電能力是一千五百一十四點九萬千瓦 那我們現在拿來跟這個二零二五年到時候 這個北部的這個用電需求來比較一下 這個是臺大風險中心做的不同的政策評估的推估 那這個表上面左邊我稍微解釋一下 這邊有高中第三個數據 他都是二零一七年 我們中央政府在不同的場合提出來的這個 臺灣用電需求在二零二五年到時候成長率會有多少 所以大家可以比較簡單理解為 這個高是用電需求量比較高 就我們節電做的比較不好到時候 這個用電需求比較高 所以以此類推中就是我們這個用電需求量是中等 那節電做的比較好一點 那低就是用電需求量最低 那節電做的最好 以這三種情境來評估 我們可以看到到時候北部實際出現缺口的情況 其實只有在用電需求量最高的時候 會有十七點一趴的十七點一萬千瓦的這個缺口 在這個中跟低的情境下 北部是沒有這個用電的缺口的 所以其實這陣子行政會一直在講說 好像我們如果北部不蓋這個電廠 就等於是要好像讓中南部的民眾用廢來發電 陳陳我請教你所謂的 如果是我們用中度的或者是低度的需電量來看的話 是臺灣特別是北部沒有電力缺口 所謂的沒有電力缺口 你設定的那個被轉或被載容量是多少 其實你可以看這邊這邊是沒有生到電廠 是一五一四點九萬千瓦 你可以相減一下就知道 這個是在中度的用電需求下是一四四九 所以這樣相減之下 其實北部它是被轉容量率是多出來的 他甚至到時候有可能是這個北部 是有辦法自給自主 當然這個是我們的這個用電需求量 是在中跟低的情況下 這個中我們預估的是大概是 尖峰負載是零點七趴左右 那低是零點四趴左右 你說沒有缺口 是能源局講沒有缺口 還是你自己去算一算 然後你得出來沒有缺口 這個是臺大風險中心 依據這個臺電的公開的資料 做的估算 不過看起來我們兩個所拿到的資料 是不太一樣 我們再來看看 這個蓋生耗電廠 為什麼那麼重要 臺電所說法是說 我們先來看看右邊 接下來協和電廠馬上要除疫 協和電廠更嚴重 一直燃油 所以燃油以後要改成燃氣 核二廠 核一廠 接下來通通都要除疫 特別核二二號機 現在又出事了 那接下來新增的部分呢 包括大潭 包括新的協和電廠 燃油變成燃氣 包括已經在應轉的 林口的這個火力發電 這是超超臨界的 也包括深澳的新的發電廠 這個蓋過來呢 才有可能第一個 現在臺電跟我們講 北部本來就缺電 所以呢 北電要南送 再來呢 如果是增加新的呢 才勉勉強強 還不夠喔 可能才勉勉強強 北部才夠電 因此我們來看看行政院長 在昨天怎麼說的 我們來看看行政院長 他們怎麼說 所謂的這個深澳非蓋不可 麻煩讓我們看一下 那個院長所說的 抱歉 我們要看一下那個行政院長 第四 第四章CG 行政院長賴清德說呢 深澳電廠 就是為了北部區域供電平衡 北部佔全體用電的四十趴 自己只發三十四趴 六趴要靠中南部發電 未來協和還有核電廠 都廚藝之後呢 會限制北部的發展 不得不未雨籌謀 環保署長他說呢 北部政治經濟的設施非常重要 從臺北到新竹科技園區呢 是撼動全世界的經濟發展 用電會影響生產線 這不是望至斐薄 也不是誇大其詞 經濟部長他說 如果不蓋新的機組的話呢 備用容量率呢 會比法定的目標十五趴 還少了零點一 北部的備用容量率會降到 負的二點七 二零二五呢 北部電力供應佔了三十三趴 電力需求佔三十三 三十八趴如果沒有深澳的話 那麼更需要中南部的電力 送到北部來 那中南部的空物會更加的嚴重 先請教澄澄 所理不一樣呢 我想要先講一下 剛剛這個說這個 比法定的目標少零點一趴 這個其實我們今天 也有做這個數據 也是用剛剛我們講 不同的這個用電需求來做 所謂少零點一趴 這是什麼意思 這個是在我們用電需求量最高 節電做得不好的這個情境之下 在二零二五年沒有深澳電廠 備用容量率是十四點九趴 但是在過了這一年之後 你可以看到在其他年份的 備用容量率都是高於十五趴的 所以換句話說 我們剛剛在談到這個深澳電廠 必要性的問題 我們現在是在用電情境量最高的 二零二五年可能會少這零點一趴 這零點一趴難道除了一個高污染的 深澳燃煤電廠 沒有其他的替代方案嗎 這個零點一趴是大到 我們不能用節能移轉這個尖峰 或者是需量措施來做這個替代 一定只有燃煤這個選項嗎 梁老師 這個預測啊 除了新建新的電廠 這個是 這樣一個計畫以外 那還包括一些不確定性 主要是需求 那麼需求的話 就行政院包括能源局的一些展望 預測 大概電力的需求 每年的假設 大概是百分之一 到百分之一點一 但是 剛剛那個數字的話 大概是低於一 零點四零點六的 年平均成長力 這個會讓結果會不一樣 這個是第一件事 OK 你就是說 我們接下來用電需求會增加 超過一以上 對對對 這個 最近兩年 就是跟經濟成長力一樣 平均是兩趴以上 所以是比經濟成長力還大 因為你現在要發展AI嘛 你那個 電動車 摩托車 你都要用電的嘛 那個還沒有 還沒有發生 但是在目前的兩年之內 過去的二零零 就是二零一六 二零一七 這兩年 電力的成長 跟經濟成長是一樣的 還稍微高一點 但是過去呢 從二零 從二零零六 二零零七一直到二零一四 電力的成長力 只有經濟成長力的上分之一 那主要是電價 在這段期間大漲 那麼電價在二零一四以後 連續的兩年調低 這個雖然電價的上漲 累積從二零一四到 從二零零七到二零一四 上漲百分之四十五 但是二零一四之後 連續兩年調價 累積的跌股是二十趴 價格的上漲 使得電力效力改善 價格的下跌 使得電力效力 這個降低 那在目前的規劃裡頭 包括能源局都太樂觀了 電力的需求 如果說我們的電價 如果說沒有真正去反應成本 機器 包括說我們住宅用電 那幾乎八成的不受影響 住宅用電佔整個我們用電的比重 是占到兩成 八成的用戶 不受影響 不受調價的影響 六成 就是六成的用電量 在住宅用電 都不受影響 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 形勢不變的話 能力 再加上 剛剛你調 AI的問題 包括半導體產業 台積電 這些投資 他的幾年 一邊會Double 那麼 現在就佔空電量的百分之三 未來還要Double 梁老師 我可不可以直接問你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是 深澳電廠如果不要蓋 先等一下我們再談改燃器 先談不要蓋 難道二零二五 台灣至少是北台灣 就會發生非常嚴重的缺電危機 就會發生非常嚴重的經濟危機 沒錯 那這個 我們不可以說比較欠 什麼 我們那個什麼需要的這個電量 我們把它壓下來 透過技術或是宣導的方式 如果你給的信號是不對的 你價格是補貼 臺灣的電價 住宅用電 是世界第二便宜的 我們電價現在才貴而已 但是住宅用電 住宅用電的調整的幅度 是很低的 幾乎 我說平均三 那主要是產業用電 產業用電 現在世界是排 倒數地區 但是正在往後移 那但是呢 我們的住宅用電 還是最便宜的一個國家 是二零一六年喔 換句話說 站在國家的角度 深澳電廠 非蓋不可 不蓋的話 就會是嚴重的國安問題 那為什麼 剛剛我講的 北部至少到二零一七年為止 他的這個電力是不足的 大概少了五十六萬千瓦 供給比需求少了五十六萬千瓦 但是呢 很重要的是 去年 在八月的時候 即使不足的情況 因為和平電力 那些停下來 有三百四十萬千瓦 三百四十萬千瓦 不是五十六萬 是三百四十萬千瓦 他佔這個 他的這個北部 切電 需要從中南部送上來的電 是靠書變電線 但是梁老師你都不算離岸風力 我們如果起來 那沒那麼快 太陽能起來 二零二五還八年的呢 現在還早 而且很多的變數 而且他不能替代 這個像基載的 核電跟燃煤 不能替代 利能替代不了 因為他不穩定嘛 他不能很難調度嘛 所以他是不同的電力配置 是啦 我先請教 藥秘書 兩個問題 第一個那個電力能源的部分 等一下再請教你 先談 為什麼連彰化都會受影響 怎麼查到嚴重 中華呢 蓋在街上 你中華說空氣會污衊 我想 我禮拜一剛才的莊明治教授 剛才有港車 所以他確認 就是中南部也會受影響 和彰化 臺南都會受影響 只是影響不一定 剛才台北那麼大 第一點 我中華在三月十四號那天 其實我一月二十幾號 那個環差會議 我就說了 在英國的燃煤 不是只有台英國而已 它可以飄洋過海 去台的法國 台的德國 而且人數都算出來 在美國密西根州 裡面的燃煤電廠 不是只影響密西根州 它也影響賓州 影響紐約州 而且它的鴻海程度 幾乎跟密西根州一樣 所以我要說 它的影響 不是只有在地的北部而已 那就英國 就美國 臺灣一定是影響到中南部 所以剛才你說的 它的模式 我是比較相信 莊秉潔的模式 它會影響整個西部的臺灣 一定影響 因為 因為境外本來就是移入了嘛 OK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有一個論述 一直是在就是說 因為北部自己電不夠 老是要靠中南部發電 所以北電呢 自己要來發 不要老是所謂的那個南電北送 但如果說 北部自己透過深澳來發電 供應自己的虛電 中南部 不管是中部火力發電 台中火力發電廠 還是家庭 新台火力發電廠 就減少一些 中南部的空氣品質就會好很多了 因為深澳 所以中南部的電 就不需要燒那麼多了嗎 我想北部自己發電 就能源效力 你在那裡傳送之間 還是什麼 我想這是正面的 我想應該是分散室 而且應該是小型 全世界都是走這條龍 台電這些東西 集中式 這是落後的東西 所以小型分散室 我是完全支持的 所以剛才我們局長在說 他們也不是反對深澳 D5電廠 也是反對用染美 所以那天我有說 在不對的地方 因為深澳是臺灣三十四 秘境喔 秘境喔 那裡從生態 對象那裡是很漂亮的地方 你在不對的地方 你蓋不對的能源 所謂不對的能源 就是燃煤 這是全世界最垃圾的能源 最垃圾的的污染物 所以我們中央一直 我們台化的主委 一直強調 煤是萬毒之手 跟整個手法劑閉起來 都閉起來是最恐怖幾百倍 所以我要說的意思是 煤你蓋在深澳 這點絕對是不對的 所以北部 你如果要減 我也認為說 先從天然氣過度做去 天然氣當然也是過度的 剛才說的就是 再生能源 我想到當然 也許多開始也不穩定 但你看全球 他們進步國家 都是慢慢的 會從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四十 後來變成百分之五十 甚至百分之百 我想有一天 後來應該是穩定的 臺灣一定趕快要早日切入 所以可能我們的NGO這幾天 常常在強調 國家應該把一千億的這個東西 放來發展綠能 發展儲能 發展储能 發展傑能 這是最重要的 我們去年一二一七五 運行裡面 一個就是減媒救健康 一個是傑電救臺灣 臺灣一直要做傑電 我們現在也在醫療院所 開始想說我們醫療院所 怎麼做好傑電 臺電根本一塊沒有在家人看 怎麼傑電 所以這項如果做好 來做傑電 NGO一直主張 我們三年前的一塊 去行政院的主張 你要好好把它傑電做好 所以剛才梁老師 有你說的東西 臺灣如果還用過去用電價 成長帶動臺灣的GT 那是過去的思維 先進國家OECD 英國美國先進國家 他們都用更少的電力 達到更大的GDP 所以我覺得臺灣這塊完全沒有做 臺電都是漁民 所以我們古年一二一七 運行三個三反 第一個是反集權 第三個是反漁民 我覺得這次聲浪 是完全看著中央是集權 也是漁民 集權就是說地方政府 你不要講話 你都不必參與 你只能在那裡講話 在那裡去而已 我覺得這點是非常可惜的 我們來看看聲浪電廠 是不是凸顯出來說 臺灣民眾對於缺電問題 以及空氣污染問題 是不是真的只能二選一 要嘛你就是缺電 要嘛你就是空氣污染 我們來看看 聲浪電廠將擴建 引發北部空污將惡化的疑慮 由立委就質疑 聲浪電廠是否非蓋不可 新政院長賴清德回應 如果北部不再蓋電廠 將有缺電危機 沒有任何理由再下來 目前北部的耗電 已經佔全臺灣供電的四成 可是北部本身的發電量 院長請還給我們乾淨的費 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吳英寧的部分 現在缺電已經百分之六了 院長還給我們乾淨的費 就這四個字 所以我是說 如果北部的訴求 請你請聽清楚 現場不再興建 未來北部是會缺電 我們也要誠實面對這個問題 真的院長 聲浪電廠新建的必要性 不只是外界有疑慮 環保署副署長詹順貴 上週接受媒體訪問時指出 少了聲浪電廠 電力備用容量率只少了0.1% 他質疑這0.1%是否值得用1000億來補足 對此經濟部回應 全國備用容量率的法定目標是15% 即使少了0.1%也要達成 否則臺電將遭到重罰 容量率為16.3% 所以我們如果少了聲浪電廠的話 則2025也就是少了一部這個聲浪 一部的60萬的機組會影響1.4%的備用容量力 所以就會降為14.9% 經濟部也說供電必須考量區域均衡 如果二零二五年 深澳電廠的第一部機組沒有商轉 北部供電的備用容量率 將降為-2.7% 屆時南電北宋的情況 將更加嚴重 我先請教一下佩雲 就綠色和平怎麼思考電力跟環保 之間的衝突的部分 我們來看看這是臺電的報告 臺電其實整個臺灣的公力 他分成三區 北部中部跟南部 如果你光看北部的話 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 協和馬上就要除疫了 核一核二在二零二五年前 全部都要除疫 特別是核二廠 現在大家是盯著看他的運作 林口火力發電廠 現在是超超臨界 然後像是大潭 包括我們那個燃氣的這個 所謂的供應這一條 可不可以做得起來 這還有疑慮 換句話說呢 他光現在的情形 臺灣的北部地區 就缺了五十七點三萬千瓦的電力 所以他才非得用在這裡 蓋一個深澳電廠 不可 先不談燃氣或燃煤 深澳電廠 看起來在電力供應上 是非蓋不可 預設和平怎麼思考這個問題 我們這邊要再強調 就是也呼應剛才有幾位夥伴們提到的 就是究竟這座電廠 他是二零二五年才要開始運轉的 其實我們現在看起來就是說 難道除了燃煤發電之外 如果我們真的有供電需求的話 沒有其他的選項嗎 他現在就中南部算何疑啊 可是另外還要再講說 其實其他國家 他們在能源轉型的過程中 不只是透過電源開發 他們還有很多其他的配套措施 很多國家其實現在也有學者在說 其實目前GDP和電力成長 其實是可以脫鉤的 所以在臺灣這邊 我們究竟現在有這麼有企圖性能源轉型的目標 那政府這邊的話 我們不應該再仰賴機載電力 我們過去也曾經請過德國的專家 來臺灣這邊做訪問 去講說臺灣這邊再生能源 可以怎麼樣去發展 他就有提到 當你再生能源的比例 開始提升的時候 其實他們現在已經不談機載了 他們談的是靈活調度與運用 這也是臺灣目前還非常缺乏的概念 所以其實剛剛從綠盟到葉醫師都有提到 就是能源轉型的過程中 我們其實現在整個我們原本傳統的概念 都必須要去有點像翻轉 必須要去改變 今天深澳電廠 他就是二零二五年才要開始運轉 而政府他現在似乎 唯一提出的選項 竟然是高污染的燃煤發電 我們不斷地在要求政府說 難道沒有其他的選項嗎 可是他一直沒有辦法去提出具體的說明 所以對您來講 還是認為說新的深澳電廠 這兩部機組總共可以發一百二十萬千瓦的電 這一點可以透過調度 透過其他的方式 透過民眾的節能 透過產業的重新發展 就不需要改 我們是這麼認為的 您請教過去也主張這樣 但是我先請教局長 很顯然 我當然必須強調說 新北市當然承載了很多很多負面的污染的負擔 那核電廠 林口都蓋在新北市 可是如果我們回到整體國家的電力供應的話 難道不應該改善了嗎 其實這段時間 百感交集 尤其三月十四號那天 看到那個副數量投下那一票的時候 其實那種現場當下的感受其實很不舒服 還是在強調 如果新北市是一個反對國家能源政策 就不會看到這張圖裡面 除了協和電廠 陶衛尼 以北的全部在新北市 兩個核電廠 包括被封存的核市 包括現在的林口電廠都在新北市 那為什麼會百感交集 其實蠻難過的一點是 我們可以分彼此 可是國家領導者絕對不可以把台灣分南北 國家領導者絕對不可以把人民分不同的等級 其實尤其用威脅的口吻來探待這樣的政策 其實當天在環品會議有一個很大的論點 我覺得一直都沒有提出來就是 國家的能源政策沒有讓全台灣的民眾知道 也就是說剛剛可以看到我們 我們這個梁老師跟我們這些公民團體 或是環保團體說 看對於能源政策的是不是缺是不是不夠 就有不同的論述了 也就是說 台灣一直都沒有公開的資訊 讓我們的民眾知道 我講件事情就來呼應一下 剛剛范林 那個我們那個葉醫師所提到的 台灣處復勤要蓋一個電箱 我沒有反對 就代表我已經算是很容忍了 怎麼會讓我們在地的民眾 還跑到現場去支持 而且要支持蓋燃煤電廠 你知道我意思了吧 我知道這個 也就是說你的資訊並沒有完整透開 公開透明 我舉例 最近對常聽到的就是燃氣會爆炸 所以我們深耗地區的民眾想要蓋燃煤 不蓋燃氣 那如果照這種理論 全台灣都不要蓋燃氣 那最主要是 他沒有讓我們的污染情況 讓我們知道不同的發電模式 其實差距是非常大的 我很心疼 我們深耗地區的民眾 怎麼說呢 不會啦 我五十多年前 深耗地區培佈燃煤的 我輸這麼久不久多好 你知道那個很心疼 你看我們的民眾 就是這麼單純 那也是有人過往去 對啊 他不是過往 何況我們也有醫師 其實今天詹長選這個 這個公衛的教授如果到了 他可以讓我們看到 台灣的肺炎情況 為什麼拿這張圖 這個是這段時間 我們聽到說 燃煤電廠跟燃氣電廠 用超超臨界 用比較好的煤 我們就不再去消遣 那個乾淨的煤 就不用這個情況下 好像燃煤電廠跟這個燃氣電廠 他排出來的污染量會一致 所以為什麼我們這麼在意說 台電老師用同一個方案 各位可以看 其實煤跟天然氣最大的差別 就是硫化物 除了PM2.5以外 我們常常看的PM2.5 另外一個就是硫化物 還有一個就是重金屬 我們先來看單單硫化物 這個是環保署自己網站上 所公布的數字 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個是用我們燃煤電廠 就是每年一度電所需要排放的量 單單就看到硫化物 就差了一百三十八倍 是 就是說用超超臨界的 人家說的最乾淨能源 的乾淨煤所用出來 跟這個所謂的天然氣 就差一百三十八倍 一百三十八倍的流 然後PM2.5是差四十八倍 也就是說 當你說差不多的時候 其實數字看出來 其實我還看到別的數字 還有差到四百倍 更大的數字 也就是說這樣的一個數字裡面 在這一次的環評會議裡面 台電都沒有務實地去交 講白話一點 再再再乾淨的 不管是超超臨界 還是超一百倍的臨界的 這個煤發電 它所產生的這種最嚴重的 致癌物質 硫化物 它就是燃氣的幾百倍以上 對 而且還有一件事情 一直不講就是重金屬 還有重金屬 那重金屬 我們新北市最近已經委託專家 開始調查 我們換個角度 敢說一定要強奔 敢說一定說沒有改革的方式 難道不能燃煤改燃氣嗎 我們來看看 真的升到燃煤電廠 沒有任何替代方案嗎 因為反正你還要再蓋個七八年嘛 你這時候變更所謂的開發方式 不行嗎 能不能改成天然氣組呢 臺電這邊是說腹地太小 升到那個地方一個小孩而已 要怎麼儲存天然氣呢 沒辦法 再來會複雜 軍民會反對 再來呢 天然氣的管線會經過基隆港 這個人口稠密區 還有海洋區 這個這個所謂的這個生態敏感區 會氣爆 然後呢 如果說我們透過加強 需量反應 就是說在你用電尖鋒的時候 我們把需求降下來 這種各種反應出事 不管是說那個買回措施 或其他的方案呢 夠不夠 他說還是不夠 先回到難道真的不能 我們現在把燃煤改成燃氣嗎 你就有電啊 污染又很少啊 首先這邊 你看他提的是電力成長不超過一趴 這個是一個整個 整個的共稅 是一個案子 裡頭是不超過一趴 那我剛剛講的 我們比較擔心的 假定是一趴的話 事實上 他的一些共稅的計畫 還是緊的 北部還是緊 因為剛剛你提到的 北部幾乎沒有電廠嘛 對 那他就牽涉到剛剛提的這個問題以外 那有安全存量的問題 我們夏天的時候 一年平均四十三天的安全存量 夏天七天都不夠 只有六天 那這個呢 將來量大的時候 就是一個大問題 Terminal 就是那個接收站 天然氣接收站 要興建 又碰到很多的問題 包括關塘要興建 因為環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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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這個核電廠全部除以 現在也不是核一 核二 那還有核三 核四不要 那全部都沒有了 核電本來可以占到我們 這個電力供應占到百分之十八 是 突然間在兩年裡 你全部都沒有了 那在這種情況下 當然有問題 所以二零二五年 能不能更有彈性 就是說我一些新建的電廠 包括你喜歡燃氣 燃氣的問題需要時間 那你就不要那麼急 說那個因為 你的意思是說 蔡總統出來宣誓說二零二五的這個 非核家園暫緩這樣子 他可以有彈性調整 你看實際上你電廠 二零二零就不要算 這個是另外一件事 我從國家的立場來談 這個能源的計畫 應該是要有彈性的 因為你再生能源的發展 現在說他可能未來的供電 可能沒有問題 那跟臺電的計畫 有很大的差異 最主要就是再生能源 他的假設都很順利的上來 但是再生能源 能不能順利的上來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如果生澳電廠 而且他又不穩定 我們現在很認真努力的去解決 不管是儲存 運送 配送 輸配管的這些問題 是否有可能讓生澳 從燃煤改成燃氣 那就需要時間喔 然後你要去估算 去評估到底可不可以 我之所以這樣講 就是說其實臺灣民眾不想缺點 但更不想得癌症 但是又不要電價漲啊 但是燃氣還是比較貴喔 那有沒有辦法說 燃煤改成燃氣 我們來看看 在生澳電廠說要蓋之後呢 六個縣市的環保局 縣市首長當然不太搞得清楚狀況 有的支持有的反對 但是環保局就比較清楚狀況 臺北市環保局說你要提替代方案嘛 你要重做環評嘛 新北市說呢 這陷害嚴重最大的 可能是在九份老街 黃金博物館 大家逛老街 順便吸空屋這樣子 這會影響健康觀光 基隆市呢 也說如果嚴重的時候呢 你身澳也要降窄 桃園市呢 也說你要再重新修正空屋的模型 不然怎麼裝秉捷做出來 跟你臺電差那麼多 宜蘭也說呢 你這個評估呢 是很有疑慮的 新竹也說希望中央要釐清 我們來看看 如果說大家對於深澳 導致的空氣污染的嚴重傷害的話 是否真的完全沒有替代方案 環評大會日前通過深澳電廠擴建案 當地居民憂心 屆時可能加劇空屋問題 其實不光是當地會受衝擊 新北市環保局指出 九份老街也會受影響 因為依據臺電的空品模擬結果 PM2.5日平均值最大濃度值弱點 將會落在九份老街 空屋的影響範圍不止在新北市內 新北市也委託學者模擬生澳電廠燃煤污染 結果發現新北市和桃園市PM2.5日平均增量 超過每立方公尺六韋克 而受害最深的則是宜蘭縣 新北市府強調 絕對不會核發深煤許可 市長朱立倫也為北部六縣市九百多萬居民 抱不平 並強調不反對新設電廠 但燃煤是否為最佳選擇 不過陳正我請教你 綠蒙的立場是說 完全反對深澳電廠 還是某種程度有條件支持深澳 從燃煤感染氣 其實我們並不會想要否定掉 就像剛剛局長講 我們並不是要完全否定掉電源開發的計畫 但是在三次的環差會議 我們不斷問臺電 怎麼可能在深澳 就只有燃煤一個選項 燃氣如果有可能 你也應該把評估拉出來 給大家來看看 像莊秉潔老師講的 從邪和拉臺北或永安港 是不是都還有機會 但這部分的資訊臺電 是完全沒有跟大家講的 所以讓我們覺得很奇怪 怎麼可能會有一個開發案 他是完全不用去思考替代方案的 那就像我們剛剛所講 我這邊也要再補充一個數據 就剛剛梁老師有講到說 我們這個預估可能是用電需求 都是低於一趴 其實在剛剛我們用電需求 最高的情況下 我們訂的是去年五缺的 這個方案是一點二趴 我們訂的其實是蠻高的 在這個情況下 二零二五年北部的缺口 是從二零一七年的五十七萬千瓦 降低到十七點一萬千瓦 所以代表是這個北部 他確實還是要靠這個中部送一點電 如果在這個一點二趴的情境下 但是他是逐年在縮小的 在這個情況下 你的替代方案 是不是還有可能從燃氣 甚至是我們剛剛所講的這個 消豐田股跟續量進價 那我另外再提一個數據 現在這個我們的中央政府 有一個三年一百多億的計畫 是來給縣市政府做節電 這個一百多億目標是要減下四十五億度電 所以我們可以拿這個數字來估算一下 講這個一千億我們把它分開 投資在節能跟綠能這個上面 他可以創造多少的效益 他這個成本效益是不是比一個 很難去調度的污染的燃煤電廠 還要來的高 我們認為這些其實都是可以納入評估的 雅秘書 燃煤改燃氣 你說什麼 那在深澳這個地方 我是換到保留啦 因為深澳這個地方是秘境 而且我看最近的中天裡面 有把那裡面的山虎 我們有潛水教練 他的山虎比一個人更大 我覺得這這麼漂亮的地方 我覺得就像在大潭那裡 還要去藻礁的地方 要去天然氣 天然氣的能源當然是比較好 對傷害比較小 但在不對的地方 起這個時候 我也覺得我會覺得要好好檢討 尤其他好像在協和這裡裡面 有要擴建天然氣 也許你如果在這裡傷害對土地環境比較小 也許你把集中在基隆這裡 也許對 我們就不必要在那裡蓋一個 那種天然氣的地方 這樣局長我請教你 有沒有替代方案 我們再來看看這張地圖 當潭大潭這邊藻礁的問題 所以這個第三接收站 能不能蓋現在還是未定之天 可是我們來看看 如果說這裡呢 深澳電廠 我們從協和拉一條管子 因為協和本來就要改燃氣了 拉一條管子到深澳 或者是說呢 協和擴建 就說你燃氣你結束一點 替代這個 又或者是說 在北部這邊 再找一個生態不那麼敏感 不那麼秘境 大家都知道 沒什麼抓不去的一個地方 蓋一個燃氣電廠 其實這就是我們在環品會議 一再不斷地強調說 你分析看嘛 譬如說剛剛這個特別提到 我們也剛剛提到說 現在的協和電廠 剛好要蓋新的接收站 要改成燃氣電廠 把燃油改燃氣嘛 所以也有一個生態專家說 你在這邊蓋一個燃煤電廠 排出三十二度的溫水 對於底下的珊瑚礁等等的生態影響 這麼大 是 你如果從協和 你不拉市區 你拉海岸線 當然我沒有講說 這個一定是對 也是要環品啊 台電你就做嘛 你這樣拉搞不好 對生態的衝擊比直接在這裡蓋一個燃煤電廠更大 第二個 難道我們的深澳附近沒有別的地方可以當接收站嗎 你都沒有分析 也就是說我們再次強調說 其實這有兩個城市的問題 第一個 臺灣到底是不是要蓋深澳這個電廠 我想這個城市 經濟部跟能源局沒有說清楚 第二個 蓋的時候 為什麼你挑燃煤 你不用別的方案 你為什麼不讓各種方案的評估計畫 大家說出來看 其實那天在環品會議 我們不斷地強調說你就做 告訴我們 如果這裡你說那個腹地不夠 那我們也可以提供啊 我們新北市也可以來協助 搞不好我們可以找到腹地夠 也符合這個需求的 所以這些等等的措施裡面 我們比較感受到的是台電 給我們的感覺就是 他就是強行通過 沒辦法 尤其他那天講一個 他說這將是一百零八年以後 最後一座的燃煤電廠 你知道我們聽得很心酸 不是最後一座 倒數第二座也在新北市 因為我們的林口電廠的三號機組 就是倒數第二個 所有燃煤全部放在新北市 我不是我還是強調 我們沒有要分什麼 也就是說就新北市立場 林口電廠在蓋的時候 不管過程的協助 或是現在三號機組 我們再跟他談 其實新北市政府的立場 我們市長不斷地強調 你只要民眾接受用乾淨的 我們不僅不反對 還會協助在行政上的幫忙 那我們林口電廠你蓋好了 因為我們用了別的方式 把你的污染 我們把你減下來 可是你不能這邊蓋 然後這邊又給我們弄一個 又是新的又是燃煤 而且還可以大聲地講說 這是最後一座 不過林老師 這個是一個民眾感官 感受跟所謂的邏輯的問題 我們現在談的是說 七年之後 二零二五年要營運的一個電廠 該長什麼樣子 可是在二零一八年 其實在兩三年前 我們對於P2.5 對於燃煤已經生物痛絕了 怎麼會說我們還要在八年之後呢 再一個我們生物痛絕的一個燃煤 我們應該是想說 至少在七八年之後 那個運轉的電廠 是符合大家對環保的觀念 是符合大家對健康生命的觀念 才會蓋一個大家 湊到要死的燃煤電廠 這個太不合邏輯了 你知道燃煤現在占整個發電的比重是四十五趴 百分之四十五那在二零二五年 政府的計畫是降到三十趴 但是在二零二零年會提高到五十趴 從四十五趴提高到五十趴 那原因就是他是機載 就是二十四小時運轉的機載 要為灰核來替代 是 因為再生能源不穩定 有他的問題 那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當然大家就會問 既然是燃煤 將來是你要face out 你就是要沒有 燃氣的比重 要從目前的大概三十四趴 要提高到五十趴 那為什麼不現在的一些建的電廠 不要馬上就是燃煤 燃氣呢 為什麼要先燃煤 然後再來把很多的這個 這些燃煤電廠在二零二零年之後 那麼把它給閒置 然後降到三十趴 也是很奇怪的 那這邊就牽涉到 整個的能源轉型計畫 時間太短 然後那些規劃 事實上是有值得再重新再考量的 所以你還是認為先不要談二零二五 就有燃氣的空間出來 沒有錯 那當然你還是要注意到 你的電價還是燃煤 燃 燃氣比燃煤是兩倍 那我完全瞭解就是 燃氣體排放 雖然是可以減半 比燃煤減半 但是還是比核電 核電是沒有的 還是增加了 我完全瞭解就是 這其實還是中央政府整個能源政策 態度還沒有好好釐清的問題 不過這個問題要請教葉醫師了 但是我們先來看看 這個呢就是臺電模擬結果 跟莊敏傑莊老師接受新北市所委託的一個研究結果 不管是台北市 臺電說呢 每立方米只增加一點七毫克 然後莊老師說是三 所以大概是增加兩倍 如果呢 林口電廠呢 他用這樣同樣的模式去推估呢 現在是超超臨界 也要六點六的這個毫克出來 新北市影響更大 新北市呢 深澳裡路的營運呢 是六毫克 桃園市呢 是六點八毫克 基隆是三 新竹是一點六 新竹縣呢 是五點五 新竹縣離深澳那麼遠 還有五點五毫克的這個PM 二點五喔 宜蘭最嚴重 所以宜蘭之前曾經的縣長 他說宜蘭人不受這種氣啦 不過他現在態度好像有一點改變 因為他說那個政府有說明了 宜蘭呢 在莊秉潔做出的研究呢 深澳營運之後會增加七點四毫克 第一個 我先請到兩個問題 一個 整個能源政策 第二個 看起來北臺灣全部都中 對 北臺灣全部淪陷 中南臺灣他以前已經不好的 可能會雪上加霜 所以燃煤電廠 我想這點 這是非常可惜 因為如果剛才說二零二五年 臺灣的供電也說撼動的時候 其實二零二五年全球五美國家 那時候真正五美國家 英國已經五美了 法國已經五美了 我們說荷蘭 荷蘭二零一五年 他新建三座新的燃煤電廠 但是因為二零一六年八年氣候變遷會議 所以國會決議 新的燃煤電廠 也在二零三年完全除以 所以要不說二零二五年全世界 進步國家的時空是什麼情況 整個氣候變遷 我們臺灣的旅行承諾是什麼 我想二零二五年那時候 如果我們把新的燃煤電廠 開始啟用的時候 我想這個撼動我們臺灣政府的形象 撼動臺灣國際的形象 會讓我們看不起 人家在處理 你現在說我比你以後才來去 對 臺灣是亞洲人均排放第一名 我們的去年 德國看守德國 憑見臺灣的表現指數 氣候變遷表現指數 當然 另外氣候變遷這點 這是很重要 所以剛才李永遠說的東西 我覺得對新政府的形象是很壞 尤其小英他就職 520就職的時候 他有強調說 臺灣在氣候變遷不會缺席 所以在二零二五年 如果這個新一座蓄起來之後 我們覺得他很有可能 就像核四底三十年前一頓 蓄起來之後三十年後 還是不能運作 很有二零二五年 我相信他大概是一個蚊子館 所以我覺得今天小英一定要懸來 所以今天所有的NGO 是騙出來說 今天這樣是對政府形象是傷害 對臺灣政府傷害是最小的 所以新北市政府還是希望說 中央政府可以就燃煤燃氣 提出不同的替代方法 而且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就算我們副主席講的 他有牽涉到法律問題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可以自己撤回 OK 律師何平德的態度 我們其實這邊也跟新北市政府 或其他的公民團體是一樣的 我們現在是要求從經濟部 到行政院都應該去撤回 這個深奧案 因為他其實是缺乏正當性的 而且會帶來這麼多 不管是健康 生態或碳排的重點 故事表演廳 遶境 嗨 大家好 我是周祐婷 兩年一度的台灣國際兒童銀展回來囉 來自世界各地八個精彩主題單元 擺佈好玩又好看的作品 3月30號到4月7號 台灣國際兒童銀展 在台北新衣威秀影城 《奇蹟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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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獲教育部中小學新生閱讀選書 述說一個平凡 天生缺陷的男孩 如何接納自己 克服萬難 勇敢長大的不凡故事 他的出現 如何奇蹟似的 改變了所有人的一生 《奇蹟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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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視網站 或播02 2633-2000 轉9 我要做《奇蹟男孩》 身上只有我們兩個醫師 怎麼樣 做不做 天地 公視家 4K超高畫質系列 4K經驗 好事無限 最超值的家庭志願 馬上搜尋 公視家 馬上搜尋 公視家